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啦,現在我們要教大家 遺失的東西要怎麼去領取 不是我們遺失啦 剛剛沒有領手機 就是呢,你一出進 大廳一出來,走到外面 然後馬上左轉 你會看到... 好像... 好,OK,Let's go 那你總之呢,就是要先去警察局對不對 嗯 來,各位,那一棟 那一棟,存在的就是 這一棟就是移民署 試一下 各位,就是這一棟的 旁邊這裡,移民署 喔,給大家看一下 大阪市 警察署 就是這一棟啦 這裡 沒有,放這邊 對 好,我們進去領取吧 啊,幫你朋友尋回手機了 我覺得幫朋友做一件好事情 他開心,你也開心對不對 對啊,有幫到人家 好啦,辛苦是值得的喔 但是要告訴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來這邊領取,如果你不是本人的話 你要寫委託書 兩邊的護照都需要 本人的護照跟帶領人的護照 喔,證明說那是送給其他人 然後要簽名 留姓名電話電子 這還蠻方便 然後他會確認密碼多少 是你帶領人要解決開他的手機 喔 對 這還蠻貼心的 那你才不會被人家領總嘛 對,怕有人道理 可是我說真的啊 如果你真的手機遺失了 你的朋友沒有剛好來日本的話 那真的不怕耶 對 或者是說不定可以用 人家問問看 對 這是一個小小的分享 慢慢要知道齁 希望大家不要遺失了 如果真的遺失的話 就看這部影片吧 那如果啊 你們真的不小心發生的話 就是可能手機遺失 或是擔心用品遺失 主要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去警察署 你們就先去那邊報案 然後他就會讓你填寫一些資料 個資 姓名電話地址那些都有 他會問說 你遺失的東西是什麼顏色啊 那樣商品的特徵 都要寫出來的 那如果真的 找到了 警察就會突然 看你事後要過去領 還是請沒有帶領都可以 像我今天去幫朋友連你去 他們有一個警察會一點點的中文 用破破的中文跟你講 可是你聽得懂 主要就是一些簡單的有成人 那最主要還是老話一句齁 也要跟大家講 手機 什麼東西 要收好 好啦那就是 如果真的有懂事遺失的話 簡單的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是用不到的 掰掰 走錯了啦 所以跟各位講啊 你出來齁 直走就好了 直走 不用過馬路 不用過馬路